大象在野外与狮群相遇 狮子们的奔跑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狮子们加快奔跑速度 只为躲避大象的攻击 毕竟它们已经入侵了大象的领地 大象驱赶它们也是应该的 反倒是狮子们得寸进尺 甚至想要狩猎大象的队友 大象幼崽的体型不大 狮子狩猎还算有机会 作为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 常年的狮子体重就可以达到四吨 这样的庞然大物 还有非常锋利的象牙 而且它们的鼻子也十分的好使 大象的鼻子甚至上可以与人类的手臂相比较 但是呢大象 逃跑了 狮子错失了进攻的机会 反倒还被猎狗们包围 成群的猎狗将狮子包围 猎狗也被称作非洲二哥 这可以看出来它的地位如何 非洲二哥们围攻狮子 狮子们被包围 非洲二哥有一项非常讨厌的攻击方式 就是攻击动物的屁股 而且它们的咬合力很吓人 如果屁股朝向它们 它们可以轻松地把肠子什么的都拽出来 这也是它们最致命的攻击 所以说狮子也需要时刻的坐在地上 防止将屁股冲向猎狗们 讨厌的非二哥 疯狂攻击狮子 狮子们只能逃跑 狮子最后 狮子只能爬到树上去躲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